你 季老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田小语 你是这周第五次撞到我 从现在开始 我数到十 老师 对不起 爸爸 如果 现在的女双接近男神 都这么简单粗暴了呀 我当天怎么没想到呢 堂堂的男子汉 季老师 居然看这种言情小说 气味很独特哟 想看吗 哪去啊 平时冷冰冰 感情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嘛 不可以吗 何老师 我说这些书怎么都见不到呢 原来都在你这儿啊 反正这几本先见我啊 谢谢季老师 我还没答应你 你也没反对啊 何老师 在我的必读书目 还没读完之前 暂时没有时间 关心你的必读书目 我还没答应你 我还没答应你 季老师 我其实不想跟你抢 只是现在我手上有一个 社科基金的项目要写书 社科基金 你厉害 这样吧 我把这些书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 如果你需要的话随时可以读 但是就是不能带回家 真的 还有 这些言情小说不是我的 是我上课的时候没收的 这一本也是没收的 不是 这是我自己的书 休息的时候我读一下 都翻烂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你喜欢哪一篇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你呢 我也是啊 那哪一段让你最感动 华生受伤的时候 福尔摩斯他说 你们伤着吧 我的圣帝 三个同性人 哎呀 福尔摩斯说那一段的时候 我都快哭了 对啊 你常用的密码中 是不是有一个二二一兵 再考个难一点的 华生先生最喜欢的香烟是 传牌的 福尔摩斯说过让你印象最深的画室 我们追求 我们想抓住 可最后 我们手中剩下了什么 一个幻影 或者说 比幻影更糟 痛苦 季老师 这套书一共六次 我们都选中了同一句话 您说 这是什么 是什么 吸了感应啊 吸了感应啊 吗 哇 是啊 不要 冷冶 好 好 好 哦